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来到港岛的浅水湾沙滩 虽然大家看到这个沙滩没有人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这个沙滩已经封了 不过大家如果逃经这里都可以不妨来拍照 在这段疫情期间 虽然你会有种感觉就是 我来到沙滩但是没得玩 很浪费其实是不要紧的 因为有这么漂亮的景 还有一个没有人的沙滩 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所以大家逃经这里的画 不妨也可以拍照 而且这里这个沙滩配树 配上这么漂亮的海 还没有人挺有外国感觉的 那我之后呢会再拍一下 讲到其他地方的影片 那现在就给大家 欣赏一下这个没有人的沙滩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的 就是看到远处的海 还有一些树 那大家如果要拍照的话 是可以坐在这个博 或者坐在旁边这些长凳 而这里都已经有车可以拍的了 后面都有餐厅 这里有其中一个沙滩的入口 已经被木板封住了 不过远望也是一个算挺漂亮的地方 是一个很有外国感觉的地方 看到后面的房子好像搭着搭着 是挺有一些去了旅行的感觉 好了 那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 好了 下一个景点就是这里了 都是浅水湾沙滩 不过呢 这里就比较少些树 还有呢 后面呢 就有商场 这里拍照也挺好 还有呢 这里有游乐场 这里就可以 在这里拍照也已经很漂亮了 看到没什么人 算挺安静的 后面就也有餐厅 也有个好像shopping mall 上面 也可以在这里买一下东西 拍完照之后又可以吃一下东西 小朋友又可以玩一下 游乐场 好 好了 那之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 去下一个景点 好了 来到下一个景点 都是一个海景 就是 都是说到的 就是鸭利洲 我们来到 那呢 看到这里呢 就是 有很多船只 这里也是一个很特色的公园 这里也是 有些人的雕像 是一个好像海滨长廊 那样的地方 有些好像中国古代特色那样的屋 我们一会儿会坐小艇 由鸭利洲这里 会坐过去香港仔 就坐回来的 当是一个小小的 坐船经验啦 那大家呢 都可以 不妨 做一下这些行程啦 那这里呢 是 有一个 小小的公园 那呢 那 现在就带大家去 看一下啦 嘿 好了 那这里呢 就 已经是一个公园了 那这里有一个 煲哪场啦 这边呢 就有儿童的 游卧场 不过呢 现在呢 暂时 删了 这个浅水湾的 不过呢 其实呢 是 都是有山道的 这里是一个大空地啦 那 那 就看下周围啦 有不同的 盆栽 有不同的花 那来这里呢 都可以 就是 在这儿走一走 休息一下啦 好了 之后我们准备 再去下一个景点啦 好了 这里就是下一个景点啦 不过在鸭尼座这里 再走前一点 然后呢 经过一个海滨长廊 就来到这个 好像剧 小小的 呃 一个 演台 那样 一个舞台 那样 就可以坐在那儿 之后就可以看着 那些小朋友玩 那样 那也有小朋友在玩 这些遥控车等等 那这儿 那这儿 因为 呃 游乐场那些山了 那呢 那呢 所以呢 那些小朋友集中 都是在这个空地那儿玩 那边 那边呢 那边呢 就是天后庙啦 那天后庙都是保佑那些船民 平安啦 钓到鱼啦 那天后庙呢 那也是 呃 现在是在维修中的 那这个呢 就是厄里州风之塔公园 其实这个是 那这个就是那个 剧场的地方 好了 那之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 Ș victories 那我们现在就在 排佑这个码头一起上船 准备坐船去对方的香港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刚才的码头可以在旁边这些香港制公园行动 这里有鱼市场 可以买点手信回家 在这里散步后,向前就可以到第二个码头 坐回船去鸭利洲 我们走到另外一个码头 我们现在就排队上去船 现在船都来了,我们过去鸭利洲 最后我们来到数码港 这里是一个最后的 可以看到海的地方 今天这个港岛南区 再加上海景之旅就完了 我们会在数码港这里吃东西 这段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和订阅我 就来到这里,拜拜!